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 今天我们又要吃海鲜去自助餐 走起 肚子太饿了 我得先吃炒饭 这羊排切得很厚 特别爽 但不能吃太多 羊排容易吃腻 再来几个烤生蚝 肥的生蚝 我们先来一口 吃刺身 首先喜欢的肯定是它的口感 提出还是味道 猪子很喜欢这个很嫩 很嫩很原汁原味的感觉 我们看光这种虾就有这么多种 这边的自助是148以为 从虾就能看出来这边的海鲜种内 还是非常恶物的 我们有没有发现这虾煮熟以后 就看起来都一个样了 这个是螺丝虾 螺丝虾的肉特别紧直 皮肥虾还蛮新鲜的 你看肉不会掉下来 最大的是琵琶虾 好大的一块肉 这个牛肉看到就很不错 这个牛肉看到就很不错 有点蝴牛的感觉了 确实不错 它这个牛肉没有那个和牛切得漂亮 但是看它的纹理 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牛肉的质量 跟上次全周那个258的和牛自助 差不多 一怕虾 有点抵达也好香 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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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来吃海鲜的 结果跑来吃牛肉了 再来点生蚝 听说多吃刺身更容易回本 你们觉得148这样的海鲜支柱划算吗 这期视频到这里了 明天风哥又要飞来厦门了 我们要出发去海口 我们明天见 拜拜